單純為了過而過 都沒有再為老百姓著想 我本身有參加過太好了 但這次青藥活動我完全不支持 直播我們大概都有看啦 對啊 有黑箱的話不會那麼清楚 如果說你今天民進黨做得很正的話 你幹嘛怕說改革呢 鼓勵取鬧 它好像都是站在中國那一面 最近國會改革議題鬧得沸沸揚揚 除了看到今年最大規模的立院大亂鬥 場外也有超大規模的青鳥行動 在這個議題中 雙方各有各的論述 那我們也去聽看看 人民對於這個議題有什麼看法 最後建議各位看完影片後 也要去聽聽看雙方立委的論述喔 民進黨是因反對而反對 他們根本都沒有在討論主題 高端疫苗是怎麼回事 雞蛋又怎麼回事 8400億的那個又是怎麼回事 都沒有交代清楚 然後國會改革是一個好現象 以後不管誰來執政的話 這是一個公開透明的嘛對不對 怕什麼 如果說你今天民進黨做得很正的話 你幹嘛怕說改革呢 有些官員在質詢的時候 你想想看 這個真正是藐視國會 你就告我啊 靠你林百姓納稅人的錢 你可以這樣子嗎 那立委是監督國會啊 那可以監督官員 問你說是怎麼回事 然後你用嗆的 這樣不合理吧 他們也支持國會改革 但覺得對方有點太擴權 或是程序上有點不正義 其實這個也不算是擴權啊 你任何 譬如說你官員 如果說萬一你藐視國會的話 也不是說立法院就可以判你罪啊 就經過法院啊對不對 搞不好法院可以還你公平啊 對不對 有一天你們又重回 國會過半的時候 那還不是一樣 你們的權力也是一樣啊 不然誰會長大小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公平公正的 我感覺是這樣 好 那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比較支持他們 我覺得要行公義 靠憐憫 要求正義的事情 要完全改做 那對他們有什麼看法 他們應該退休了 對國民 對老百姓 對國家一點都沒有幫助 可以緩緩別人做 不要把自己以前的那種 舊封建的制度 拿到現在來 現在要改革就好好改革 就是這樣 OK 國民黨民眾黨還是民進黨這邊 國民黨 就心裡的感覺 國民黨比較重 你支持哪一邊 為什麼有支持他們 國會本來就要改革了 沒有改革那有進步 民進黨有會說他們的程序上有問題 那個沒有問題啦 還是那個啊 開經事會啊 建議啊 什麼叫做民進黨的黑箱啊 他執政了八年 全部都是黑箱 全部都封臀 了解 差 我要查你你就封臀 那個死亡注射 架死我了 支持哪一邊 你進 民進黨 為什麼支持他們 蛤 比較忠致 比較不會有好人啦 我不贊成他們的花園 國會改革我不贊成啦 那個花東那什麼 花東的那個兩兆是嗎 對啊 但那不是國會改革 那不是改革 對那是另外一個 國會改革的爭議 為什麼會支持他們 都八年啦 找一個新的來做看看 那另外一邊會覺得 他們有黑箱或是擴權 沒有我有研究啊 就是他們直播我們大概都有看啦 對啊 有黑箱的話不會那麼清楚吧 你比較支持哪一邊呢 國會改革的爭議 為什麼支持他們 不用講嗎 那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比較支持民進黨 基本上底線就是反共 對 不管是哪一黨都一樣 但是基本上我就是 不能跟共產黨在一起 這邊怎麼樣跟共產黨比較在一起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賣台吧 這個就賣台吧 那如果就國會改革這個議題 他們這邊哪裡比較不好 國會改革議題 其實它 國會改革是OK 但是 不贊成是黑箱作業 而且他們強制通過之後 也沒有做太多的說明 單純為了過而過 也不讓人民說 他們改革的細項是什麼 他們可能會說 他們都有照程序來 可以講出黑箱的那一個點 程序他們是強制過關 他們根本就沒有程序 所以他們是違憲的做法 為什麼支持他們 討厭民運的 了解 那小姐呢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 討厭他們 哈哈哈哈 在國會改革上 他們哪裡做得不好 就是都為了自己的利益啊 就是都不合理啊 我就覺得 都沒有再為老百姓著想 只是為了他們個人的政治利益吧 國會改革喔 對 假裝亂七八糟 是 所以你比較支持 民進黨已經像流氓了 你不覺得嗎 我要喜歡這個 喔 你有看他們完結嗎 喔 有啊 我還在電視關掉 是 不要看 好 繁華大到處 很吵 很吵 感覺到好吵 為什麼比較支持 國民黨跟民眾黨 我感覺到他們比較不吵 我那邊差到 都沒有意見 感謝你 這個 為什麼支持民進黨 就是他們連續他們就是四年這樣子 把他完成這樣子 他的議題 對我們看來 我覺得應該就是好像是自肥專案 還是怎麼把他們全力擴大 重點先把人民的那些司法的問題先解決 再來就他們的利益再去做修正 而不是說只修正他們的 並沒有 並沒有那個配套方式這樣子 那現在已經通過了 有覺得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怎麼做嗎 就視線啊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把正確 就是關於民生的 什麼那些的問題先解決 而不是先把這個議題先排在前面 沒意見好了 當然這是民進黨的啊 這個八年了沒做事有點懶 我覺得一直都有在做啊 其實民進黨做得更過分 為什麼比較支持他們 因為國會總是要改革啊 民進黨以前不是說要改革改革 那就要改革的徹底一點 這樣會被質疑擴權或是黑箱 那就表決啊 少數不是服從多數嗎 是 國會本來就是這樣子 既然是執政黨 那什麼做在野黨的那個 那種小動作幹嘛 就格局大一點 國會改革改革徹底一點 把不好的版本把它改革掉 為什麼支持民進黨 因為我覺得看電視的話 現在就是說 國眾兩黨有的時候 就是比較沒有按照正常的程序 而且用硬闖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我比較不同意 你要改革可以 就是說你要按照正常的程序 像哪一個點比較不符合程序 他們就是用舉手啊 照理講是要用投票 他們就用舉手啊 這個我就比較覺得不可行啦 對對對 比較失去公正啦 為什麼我支持他們 基本上兩黨政見 我都有大概看過 那我覺得民進黨和事比較不合理 青鳥活動 尤其是民進黨還預告過什麼 要號召學生來示威抗議這樣 我本身有參加過太陽化 但這次青鳥活動我完全不支持 完全不支持 還有像那個苗柏牙議員 或什麼其他議員 在那種直播上面講出來的言論 基本上很多根本就是 後面都證實都不是事實 他居然也給你講了 也沒有道歉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那個 市面上的資訊已經 太過於混淆 基本上這八年啦 我覺得民進黨自己私下 就已經通過非常多法案 是毀壞憲政的 比如說一粒一休 完全沒有表決 根據疫情有一個那個 前瞻 對也沒什麼表決的內容 我不知道前瞻內容 很多跟什麼道路啊 還有娛樂項目 我就搞不懂 所以到最後我覺得 對我非常不支持民進黨這一次 還有這次青鳥活動 從外面這個 失序的狀況看起來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民進黨自己造成的 人民 自己在看媒體的時候 你也要去分辨 不是非黑即白 或是我站這邊 就一定是你的敵人 兩邊的言論你都要看過 然後甚至自己去了解實行是怎麼樣 因為太多人只是丟一個圖卡給你 那個圖卡是真是假的 你很容易被誤到 對方會提出 他們的程序不正義 像是為什麼在委員會的時候 不讓民進黨去 這條討論 我想不起來 民進黨有一位立法委員 他曾經做過主席的時候 我忘記哪個法案 下面的人一直回說有意義 他就是絕對不聽 絕對不聽 有人要投票表 結果他就絕對不聽 那我自己覺得 你現在喊著程序不正義 或是什麼 那你以前做的程序不正義 那你現在有什麼要解釋的 你們也沒有 再強調一次 程序正義很重要 但是 如果你們今天 故意用程序正義 再拖延所有的事情 那這樣什麼事情做不下去 為什麼會支持他們 我就是民進黨員 那你覺得正義 是他們最有爭議的點 是什麼 他們 鼓勵取鬧 他好像都是 站在 中國那一面 我們不是要台獨 我們是要和平 是 不要戰爭 但是他好像是在挑釁 我們的人民的耐度 為什麼比較支持民進黨 我覺得他們根本就是 亂來 那為什麼支持他們 因為我支持國民黨 單純不喜歡民進黨而已 我可以一滴喜好投嗎 以這個議題為主 那為什麼支持國眾牛門 因為換個執政黨 換個頭腦 看看不一樣的人 可能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在這個議題上 他們有哪裡做得比較好 我對這個沒一件 只是單純想換人 我老實說就是守規矩 就是規矩都定好了 幹嘛還是要推分 幹嘛沒有意義 規矩指的是程序嗎 對啊程序都已經好了 那他們就是想要反駁 覺得民進黨一直在反駁 我不要中立方議 他們現在做的事 民進黨已經都做過了 換成他們多數了 換成他們不要了 反正他們講一套做一套 他們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那他們會說可能是程序上有問題 程序上說他們在講的 你看像那個現在學運 他們一堆人在門口 你去那邊問 一堆人都不知道 他們坐在那邊是為什麼 他們只是說 口號一直說 程序有問題 程序有問題 程序哪邊有問題 他們說不可所欲 他們會說 應該在委員會的時候 要主條討論 但是他們全部送到 保留送院會 他們以前多數的時候 他們怎麼做的 你們去看看就好了 以前他們 碾壓式的怎麼過的 也是沒有討論 他們現在至少 還有討論 深綠的啦 喔 對啦 那夠我沒有 為什麼支持民進黨 我覺得程序正義 沒有不能改革 只是程序正義比較重要 是在哪一塊的程序上 就是 討論啊 為什麼支持他們 要改變一下 為什麼要支持民進黨 做得好 是 做得好 做得好 非常好 這個很爛 非常爛 好 那我們現在來公佈票數 這裡僅代表大理 這個黃昏市場 民眾們的看法 國眾兩黨 20票 媒藝劍 4票 民進黨 26票 以6票的姿態呢 小勝給了 國眾兩黨 即便他們兩個合在一起 還是輸這裡喔 2021 允許 4票 5票 5票 4票 20票 19票